要考验两位的默契 就是一位要在另外一位的背后画画 然后背画的那一位要在纸上 把背后画的东西还原出来 我这个几时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他刚刚跟我悄悄说 你是憨憨的八道总裁 正直的憨憨 我吗 对啊 难怪听不懂 没有啦 所以说谁想背画你们两位 那谁谁想画别人或者换一种说法 你想画许诺对不对 许诺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就上道具了 那我们现在道具机准备完毡 两位可以开始了吗 好 三二一开始 你能说的是在这儿吗 你感觉不到是不是 废话 我感觉不到 那换一张 跟你一样吗 没可以再秒一 你可以再秒一遍 就是在那个女友的线条上再秒一遍 好好感受啊 你做做直 我做直更感受不到了吗 我们就停给你吗 我还要搓 我搓你搓 来了 来 哇 我画太像了 绝了 绝了 都还会搓 那绝了 现在再 Pen-Lesser 让我说了 让您准备一下 哎呀 很快 哎 哎 可思已经画完了吗 这是打斗的 这三二一 那我说三二一 我先问一下先问一下许诺 你可以猜出来 可思议画的是什么吗 奇蛾 猜出来了 说明是像的对不对 感觉 我觉得他画什么都像的自己 哇我画太像了绝了 那 许诺画质感受出来一个S对不对 对就是他刚开始的那个 那个红线 至少都是有线条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有相似度的 对 对 不然是个好分 就是歪歪扭扭的奇蛾 马上就要诞生了呢 那所以可思议如果一分是最低分 十分是最高分 给你们俩默契打分 你会打几分 几分 哈哈哈哈 只有一分 你这个来是什么 许诺你要不要 奇蛾 是吗 接下来该轮到我们的梁柱CP了 不过在正式采访之前 我们有一个任务要先交给不开窍的